你其他的部會都有所謂的特別預算 原民會去執行的業務 你不給他特殊的這些預算 沒有道理啊 因為你們等於是獨漏了原住民 獨漏了原民會 那現在高級委員的訴求才五億 其實金額也非常的少非常的合理 不能夠一毛都不給 這樣太不合理了 這樣感覺上好像我們很歧視原住民啊 原民會補助大型的展示風景區 你們不給他 這什麼道理啊 我已經列舉了那麼多部會 為什麼我們這個紓困方 這個振興預算在原民會裡面都沒有預算呢 是零 我想今天原民會也沒有出席 我有幾個部份想 行政院或者是主記長給我回答 第一個你們到底了不了解 原民會裡面所辦的原住民的一些政策 執行的業務 如果你們不了解的話 我也不知道原民會到底有沒有 沒有跟你們提出他的預算表 是不是先就這個部分先回答我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一次的預算 原民會所辦理的業務 我就現在一一來跟你花一點時間 第一個教育部有辦理社區大學的紓困方案 原民會相同性質也有辦理部落大學 請問一下 這是要跟教育部合作嗎 還是從教育部裡面的錢要給原民會去執行這個業務呢 第二個經濟部有辦理會長補貼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傳統市場還有業勢更新改善衛生安全的設施 原民會他也有主管補助原住民鄉公所辦理的大型展售跟風景區公共造成市集也沒有紓困 例如堅實相納的納羅根本就是一點都沒有辦法 再來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還有文化部都有辦理紓困貸款還有利息補貼展延的方案 屬於原民會辦理的原住民相關的貸款卻沒有納入紓困範圍 例如合作社 例如綜合發展的這個行庫等等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你們根本不了解 接著下來交通部有辦理觀光旅遊業的紓困 農委會有辦理實際從事漁業勞動的漁民生活補貼 屬於原民會跟林務局輔導的原住民還有部落生態旅遊團體 沒有紓困跟補貼 第六個衛福部辦理的多元管道衛教宣導跟補助地方政府的防疫動員 原民會原住民地區有原住民商鎮區公所還有部落團體 為了要防堵疫情跟人員流動 所設立的防疫戰所需要的經費 你們卻告訴原民會要以公務預算內來調之印 實在是不符合防疫推動的積極作為 接著下來我再提一個案子 文化部辦理的藝文團體還有場館的紓困方案屬於原民會主管的原住民族藝文工作者 團體地方文化館根本也沒有紓困其補貼 請問這個部分要跟文化部來分享他的紓困方案嗎 所以我才會提說是不是這一次的中央政府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還有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的2600億 我們匡列5億也就是不到百分之0.2來專案辦理原民會裡面所做的這些業務 好說明一下 對這很合理啦 非常合理嘛 你其他的部會都有所謂的特別預算 原民會去執行的業務你不你不給他特殊的這些預算來你讓他的共務預算裡面去執行 沒有道理啊 我不知道是原民會沒有積極爭取還是行政院 你們認為原民會去執行的業務是化位之名呢 請你們說明我剛剛提出了那麼多 教育部也好經濟部也好 還有交通部也好農委會也好 衛福部也好文化部也好 你們都有辦理這樣業務 而原民會也有辦理這樣的業務你們卻不給他備用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們等於是獨漏了原住民獨漏了原民會 那現在高級委員的訴求才五億其實金額也非常的少非常的合理 不能夠一毛都不給這樣太不合理了 這樣感覺上好像我們很歧視原住民啊 那你在紓困了對那我覺得不知道他為什麼漏掉了可是你在這個時候既然是這樣應該把它補足出來嘛 我們各相關部會在處理的時候是針對他紓困的範圍沒有根據他的族群的差別嘛 不是 原民會也是一個部位啊 先過來報告一下 到底他們在原住民的處理包括社區大學怎麼處理我們先聽聽看嘛 所以我剛剛就說嘛是原民會沒有積極爭取還是行政院不給他嘛 如果是行政院沒有報告 你們他們掌管的業務 那麼是原民會的錯誤 如果原民會有跟行政院報告 其實在各部會裡面所有的紓困 防疫 其實他們都有業務去執行 你卻不給他我覺得就是行政院的錯誤 我剛剛列舉了非常多 教育部裡面的社區大學有 原民會 主辦的部落大學沒有 經濟部補助會展 原民會補助大型的展示風景區 你們不給他 這什麼道理啊 我已經列舉了那麼多部會 所以我只要求 我只要求 2600億我們把他匡列5億來做原民會去 做他的實際業務的執行 可不可以 如果不合理的話 麻煩就在其他部會裡面挪出部分的 經費 給原民會去執行的這些業務 就是這樣 羅偉言 如果不來的話 請到這個場地去 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可以 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谢谢大家